接下来还有一宗和宗教有关的法庭案件 一名将拿督工神像和新都教神像摆在清真寺的男子 因为涉嫌亵渎清真寺而分别在两个推示庭面控 虽然被告扶手认罪 不过法庭预令被告先接受精神检查再决定刑法 38岁的被告希尔米奥斯曼被控在上个星期 从他处偷了一座拿督工神像和新都教神像 放置在巴生港口的班达玛英达住宅区的小清真寺 这项举动使被告违反了刑事法典第295 亵渎清真寺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第379偷窃神像条文 第一项亵渎清真寺条文的罪行刑罚为 监禁最多两年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第二项偷窃神像条文罪行的刑罚 则是监禁最多七年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两项控罪在两个推示庭过堂 不过两名推示听到被告认罪之后 都不约而同地认为 暂时不宜接受被告认罪 而下令被告到霹雳州的精神病院 接受检验一个月再做出刑罚判决 推示则定3月27号取得医院的报告之后再过堂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